淡水北新路一丝一巷内这个店面挂起了招牌看板 而仔细看竟然是中国国民党淡水区的党部 今天正式搬家 搬了一旅被外界抨击是不当党产的中正路207号就职 而国民党淡水区党部主委吴玉生也表示 这也是国民党发展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里程碑 淡水区党部现在搬到这个地方来 比较小 但是麻税虽小无脏俱全 而且我们跟李来做结合 就在郑德里的办公室的隔壁 可以真正的进入社区 进入基层 跟民众可以结合做会 所以淡水区党部代表是国民党的一个发展 除了党部搬家之外 面对年底选战 党部的书记人事也有变动 今天举办了交接典礼 面对全新的环境全新的挑战 吴医生也表示 把党部搬到社区里面 也希望将来服务能够走入社区到基层来扎根 也就是说过去那种时代 那种大建筑大格局大空间 已经没有了 国民党要自己要好好的靠自己 所以国民党也好 淡水区党部也好 我作为淡水区党部的主任委员 我们克勤克戒 我们用心良苦 但是我们跟民众结合的热情 完全不改变 欢迎很多的好朋友 能够到我们国民党淡水区党部来 来玩这奔地 来玩这泡地 来国民党开钢 了解国民党的作为 那我想也代表着一个过去 这个大家所留下的那种历史的工业 那一个结束 那正式呢 我们也把这一个原来的防射 归还给新北市政府 那我相信这个也不必 以后那再露人口舌 他说什么这个党产的问题 对国民党来讲 我想他应该也是一个 浴火重生 重新开始的时候 从独栋的大空间 搬到社区里的小店面 市议员蔡英伟也表示 虽然淡水民众服务社的产权很清楚 但这一次的搬迁 也象征着国民党 应该要摆脱这些历史共业 也希望国民党能够重新出发 迎回民众的青睐 记得陈博伟淡水采访报道